秀出手機民機黨立委林楚音 爆料立院社會的一天 收到恐嚇簡訊 直接就是要用堂口為事 黑道暴力為事 十七號早上八點十一分 林楚音的私人手機跳出簡訊 上頭寫了青鳥集團 替台獨分子賴清德為政治之事 激起打爆不平的心 將成立黑鷹部隊 強調黑鷹部隊以消滅青鳥為己任 還表示黑鷹部隊成員 以出獄獸行人為主 跟青鳥一樣參與各種街頭抗爭 嗆聲只要青鳥出入的場合 黑鷹必將全面包圍 最後署名黑鷹部隊總隊長董念台 有人已經明目張膽的說 要成立一個黑鷹部隊 來殲滅青鳥行動 這種文字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有一股暗黑實力 正在醞釀當中 這一次簡訊之所以引發騷動 發送對象都是立委私人手機 十七號早上 民進黨立委陸續在八點零三分 八點零五分 八點零七分 八點十一分分批收到簡訊 內容通通一致 而沈柏洋也爆料 這樣的恐嚇簡訊並非第一次 而這個聲稱要號召更生人 對付青鳥的簡訊 舊連立委員副院長蔣啟成 也有收到 過去自稱黑道狀元的董念台 曾經是受刑人再生協會理事長 這回具名恐嚇 也大方坦承簡訊藍綠白 統一發出 我們全國人都知道我們會暴力對付小孩子 規劝希望他們能懂 不聽卻還在那邊胡鬧 就巴掌事後 我要多少受刑人 多少受刑人 民進黨立委陳佩渝 率先前往警局報案 警政署回應 以請保六總隊其北市警局加強維安 公然恐嚇行為不分黨派零容忍 下令熊和孟哲馬 月魂 台報道 再生受刑人中心社長董念台 穿著花襯衫白短褲 一派輕鬆 號稱自己現職是債務整合 要號召五百到上萬人 不是問題 我是受刑人服務中心的老大 全國受刑人都把我當神看 大方承認罰恐嚇簡訊給立委 而這樣動作已經不是第一次 2017年董念台點名肉搜 新任警政署長陳佳青 過去更曾因詐欺罪多次入獄 而他跟統促黨總裁白狼 張安樂頗有交情 就連臉書頭像都是兩人合照 五月底青鳥包圍立月 白狼坐車曾一度現身集會 這回董念台恐嚇青鳥簡訊 背後是否白狼 當下指導旗 東念台強調組成黑鷹部隊 全憑自己發想 但黑道等黑勢力現身懸運場合 跟揚言暴力行動 不免讓人聯想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 多名標型大漢推倒巨馬 見到黃絲帶就打 不管是白天或黑夜 不斷傳出陣中人士遭攻擊 其中更有許多固惑在 這種威脅的這個手段 讓大家覺得說會心生恐懼 因為雨傘運動是這個威權政府 直接找了這個黑幫分子 來幫自己掃蕩政敵 在台灣還比較幸運一點 但我們至少還是有法治 學者分析 台灣和香港的差別 就是仍有法治 而董念台恐嚇簡訊 背後是否還牽扯其他勢力也令人聯想 三叔黃之伯 和我們台北參報道